这可是妖族地盘 会是谁找我呢 祖父 是我 画画 原来是我的官孙啊 快来见过你祖母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孙儿 啥 祖 祖母 没搞错吧 画画 不碍事 慢慢来 今后你就能接受这事了 小旋风 安排酒宴 为我孙儿接风洗尘 你们俩还要再来吗 这是你逼我的 今天我要你们所有人都 破道之伤 卧槽 老六 朕还以为要放大招了 没想到他们跑了 我第一个孟啊 牛皮克拉斯 孟哥你啥时候学会变装了 居然还这么强 竟然还有扛霸子的纹身 色惠你孟哥 羡慕不 那个力量本来就是他自己的 我们羡慕不来 祖后宠 你为何知道我的事 我可不记得跟你有讲过 听人说起过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再想到消息也太多了 师皇 我得回去了 你们日后务必小心 那么多年了 总算马师辅助给我的法力炼化完了 金仙巅峰 不对 这是要突破到大罗金仙了 大梦谁先绝 师父 我绝不辜负您的托付 李世民看着天群 脑海中不由地回想起 刚来这个世界的事 那使得他命选一切 没想到 这龙头居然真会见死不救 卧槽 这人也这么倒霉 跟我一样掉到这悬崖底 终究是失败了 老人家 你居然还活着 人族 也罢 遇到你看来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卧槽 我说脑头 你对我干什么 本座时间不多了 你且听好 本座名为空虚导人 乃是当今准圣 今次探子肖宫身受重伤 今日本座便将一身法力跟激度于你 希望你若是日后有成 还望铲除邪神 还洪荒一个朗朗前坑 可圣 邪神 不错 此间天道已被邪神掌控 本座能侥幸逃到这里 都是依托到足所救 你说的邪神竟这么强大 连你这准圣都不是对手 接受传承后你便知小缘由 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缘 但成你法力救我一命 你便是我李世民的师父 你所托之事 我定会帮你完成 巨桑花 年武器 桑花巨蟹 宣认 我当为大罗巨蟹 这狐皮 这狐狂又要多一位大罗巨蟹 居然还是一个人族 可真是难得 这些人族 或非真得到了人道大器运不成 大善 此子于我西方有牙 又是一位大罗巨蟹 非我铲交之人 能走到这一步也是难得 在我算是可以与我一遍 朕死幽已死 朕道刚刚复兴 朕住就出了一位大罗巨蟹 台来得朕住朕幽积分田地诸旧的样子了 你们感受到了吗 这难道是大罗巨蟹 是皇 自从人道苏醒后 我们皇帝城人道功德是愈发浓郁 连修炼速度都突飞猛养 恐怕要不了多久 我们皇帝城也要有大罗巨蟹了 不错 要不了多久 我就能突破到太平前仙境 大家这段时间好好修炼 赵宽印那边应该也快一桶上游了 是时候准备一下建国仪式 任由预感 等到建国之日 人道一定能够得到巨大的增幅 大哥 这次收拾完玄鸟部落 我们就能凯旋而归了 总算是弥补了点颜面回来 加快行军 一桶上游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 你们还是来了 既然知道我们来了 还不快率重投降 这里是我掌天殿的地盘 你们从哪来回哪去吧 掌天殿 何时冒出来的势力 大哥 我也没听过 不重要了 管他什么电脑 今日也改变不了什么 戴面具的小子 可敢出来于无等一绝瓷胸 既然如此 我便陪你玩来 来得好 太阳拳 散开 散开